国内今天新增本土个案211例 死亡个案新增26例 而确诊个案分布最多的县市 依旧是新北市今天增加82例最多 其次是台北跟苗栗 看起来这个确诊个案数似乎有减少一些 那就代表疫情趋缓了吗 对此指挥官陈时中表示 确诊数字减少不排除是因为 周六周日的裁剪数较低 而全国三级警戒要再延长到6月28号 相关的因应措施包括停止造效上课 延到7月2号 指考也延到7月28到7月30号举办 另外超市超商卖场百货人流控管 采一人一品为原则 如果人流过大就会安排一进一出加延管制 全国三级警戒再延长 原本观察期到6月14号 如今要延长到28号 是因为新冠病毒在台湾社区流窜 还没被控制下来吗 看看6月7日新增的本土个案211例 死亡26例 个案分布最多的县市依旧是新北市82例 其次是台北和苗栗 看来确诊数降低 但不代表疫情真的趋缓 继续维持三级警戒 相关的防疫管制措施不变 不过超市超商百货卖场要在严加管制 人流控管才一人一品为原则 如果人流过大就会安排一进一出的方式 只是两度延长三级警戒 也让民众疑惑到底要延到何时 才不用担心疫情会再度爆发 目前看起来我们必须等到疫苗覆盖率能够接近60%是比较好的 而台大IE中心副院长王明聚则认为 封城与停工的警钟正在响起 目前看到最可怕的数字 不是超过2%的死亡率 而是死亡率的分母严重失真 没人知道现在台湾2400万人 到底有多少人口已感染 随着疫情爆炸式扩散 要有超高通量病毒裁减与PCR检测能力 开始做好准四级的警戒与管制措施 万不得已的警钟已然响起 外界也质疑维持三级警戒 却没有更严格的管制措施 是不是要做好升级准备 才能有效围堵疫情 确实知道有哪些传染途径 可能是一开始还没有被阻断的 那我们再加强就可以了 靠社区的管制再往下压 那恐怕一个社会的代价会非常的大 让这个交互内的传播变低 那这样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工作的重点 不论是哪一级的防疫管制 都不是长久之计 想彻底解封不受疫情再起的威胁 打疫苗才是最终解放 记者综合报道 三级警戒管制再延长到6月28号 同时全国各级学校也配合停课到7月2号 接着直接放暑假 包括儿童课后照顾中心和补习班 都将延长停课到7月2号 这让不少的家长相当的崩溃 另外大学指考也将延期到7月28到7月30号举办 这也创下指考首例延期的记录 预计8月底或是9月初放榜 各大学校也可能要延后到9月下旬才能够开学 因为疫情打乱指考原定的期程 也让不少考生直说好难熬 完全拿了旧人 双宝把家里搞得一团乱 爸妈们的噩梦还没完 崩溃日常看不到镜头 因应三景几间再继续 全国停课时间也再延长到7月2号 接着直接放暑假 消息一出奶爸奶妈们各种爱好 很多喉咙也没分意很麻痹 那如果因为学校的线上课程越来越多 所以也只能面对啊 不然我可以怎么办 可能最后过几个月后我可能要看心理医生 我就被小孩逼疯 然后小孩也疯了这样 在上升过程当中 隔着电脑视讯解题 同学继续K书备战 除了部分家长们很崩溃 今年指考的准考生 应考之路也好难 年初因为高中开学日延后 指考已经改到7月3号到5号 没想到现在又再延一次 改到7月28至30号举办 预计8月底至9月初放榜 立平9月下旬开学 而指考期间也将提升防疫层级 调降每间市场的考生人数至20人 考生间距也要达1.5公尺以上 市场间数也将从原本的1700间 增设到3100间 而事务人员也将列入疫苗 优先施打对象确保年度大考万物一时 往好处想就是说 我还可以再多准备一个月 对那些没有那么有定义的学生的话 那可能就是说 我还要再撑一个月 那可能在这个月可能就已经 1%崩溃 就有点痛苦 就有点想玩 因为指考延期 原定7月底举行的111学年 学测试办考试也取消 至于各校的期末考 也采多元评量的方式 受疫情影响 大乱不少原地其成 学生跟家长们在煎熬 也只能再沉以下界 台北综合报道 台湾今天的死亡个案 在新增26例 其中有三个人 裁剪的时候没有症状 却在送医抢救之后宣告不治 另外还有两名病患 确诊当天就死亡 对此指挥中心 专家咨询小组召集人张尚全表示 在5月11到6月6号的死亡个案当中 的确有18%的患者 从发病到死亡 是在短短的2到3天之内 目前会请昆阳实验室 加速对病毒基因做检测 看看其中是不是有什么 特别的状况 台湾疫情持续 死亡人数也不断累积 7号死亡个案又再新增26例 当中更有3人 裁剪时无症状 却在收治住院后死亡 另外像是案8289 6月2号才被确诊 6月4号就宣告不治 案9044和案10663 确诊到死亡也就短短一天 而案10312和案10435 更是确诊当天就死亡 从确诊到死亡 整个时辰似乎比以往更快速 病程发展让人心慌 真的不是没有原因 因为在5月11号到6月6号的 248例死亡个案当中 有40%从发病到死亡 历经8到14天 但也有18%的比例 却是在2到3天内就抢救不治 尽量加速让病人 可以早一点到医院里面去 那在我们医院的量能 慢慢变得比较宽裕的时候 那就让病人早一点到医院里面去 那比较多密集的监测 那避免再发生这样的一个状况 台湾本土确诊的死亡个案 一个月内迅速累积 是病毒特性还是医疗量能不足 来不及救 大家都在等专业报告来解谜 决送报道 针对三级警戒延长 学生停课到暑假 台北市长柯文哲表示 如果家长无法长期请家庭照顾假 可是个案开放居家保姆收拖 另外鼠企营队社团活动都先取消 而北市疫苗被爆料 库存量疑似全台最多 柯P他也自爆 部分的原因是医护不想打AZ疫苗 也说不打干脆缴回来 给要打的打 另外柯文哲听到国民党提议纾困 全台不排负苦发一万元 也忍不住批评 有这种在野党难怪 执政党这么嚣张 对于三级警戒再度延长两周 柯文哲拿泰国当例子做出了警告 说两国疫情爆发的故事几乎一模一样 泰国的群聚感染情形 只剩下监狱群聚 台湾还没发生 在泰国发生的 台湾还没发生的 还剩下一个监狱 如果宣布说明天台北要封城 我看今天晚上大概就 高速公路全部都塞车 不认同四级封城 只是三级管制再延长 柯文哲松松紧箍咒 就怕父母先崩溃 父母还是要去上班 居家保姆大概就可以先放松 暑假的活动原则上 我们会先这个取消 淡北市疫苗被爆料 库存量疑似全台最多 招质疑施打速度太慢 可皮自爆部分原因 竟是医护不想打AZ疫苗 你给他挑胎是要选莫德纳 还在医院的还有六千九百支 医院里面的医护人员 也是在灌外 那些疫苗要打就打 不打干脆缴回来算 给那些要打的人打 先前北市中央更因为 谁先宣布打疫苗 免挂号费吵翻天 网友翻出预算书 质疑中央编的根本是 接种处置费而不是挂号费 这几天好像中央的说法 已经变了好几次 对付新冠会员 没有像对付柯文哲这么用心 打完民进党政府 听到国民党提议 纾困全民普发一万元不排富 柯P批完绿营再打蓝营 这一听就知道不太合理 所以算了 我不太想批评国民党 就是说有这种在野党 难怪执政党这么嚣张 蓝绿政见 柯文哲都摇头 防疫记者会上再开炮 不吐不快 接着我们讲高指摇 看不到